~~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观念是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我总是痛到很多人 老师我八字缺活 老师我八字缺水 我的八字就没有很平衡 各位老师认为 要五行全有才叫做平衡 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观念 五行平衡 但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 八字并不是在讲平衡的观念 他是在讲一个五行流通的一个观念 他是在讲这个五行流通 所以很多人往往 他就是不知道这一个东西 就是以儿传儿 一直在那边讲 我缺什么缺什么 好像缺了就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 其实并不会 各位 其实并不会 为什么 有的时候 他的八字缺反的是好事 例如他可能是日主他是水 他八字都是水 这时候他的财运火是缺的 反正他反而不会破财 他这样子反而不会破财 不过等到那个火一出来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大破特破 所以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没财运 则是为什么 我走财运的时候还更破财 那就是因为五行流通下 他的产生的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这个姓名学说搞的 你八字缺什么 你名字要补什么 这好久好久以前的想法 但我们在实物上的一个经验里面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以常常很多人会问我们这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跟他讲 其实八字不是你所需要的 不是你所欠缺的那个五行 而是你八字真正需要的那一个五行 各位要了解 你缺的并不一定你需要 而是你真正八字 所需要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 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八字来讲 天干都是魁 这八字天干都是魁 他八字里面完全没有火 所以他很担心 我没有火 我很不好 不好 哪里的不好 没有火 就等他出来 难道没有火 就对他而言是属财吗 他就不会有钱吗 他就不会有另外一半吗 当然不是嘛 我们看了很多八字里面 八字无财无关的照样结婚 也很有钱的 甚至八字无财 比你我都要有钱的 很多 所以不要用这一种的直觉观去看 而是看他所需要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像这种八字 天干很简单 天干来讲 他一连相生来说的话 只要是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或者是水跟水在一起 他天干都不太会有事 他天干都不太会有事 那假如说他单纯的说 他要问的是财运 很简单 就水生木 木可以去生活 了不了解 他假如是以地支 地支来讲 他要问财运 我们现在就讲大运来讲 我们就要看 他问财运 是不是 他的一个地支是丑土生 酉金生 生亥水 生卯木的这一种情况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的这一种情况 他走火可不可以 他走火可以 所以地支走火可以 走木也可以 卯木更去加旺 但是他只能够走银木 卯木不行 那个走卯木 银木不行 所以他的一个情况就不太一样 他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所以来讲 这个只是单单论财运 这单单论财运来讲 所以每一个运程 他所需要的五行就不一样 例如他假如是要官运 他要官运的话 你看这是财运 走木 地支木火 但是要官运的时候 就会不一样 这边是财运 官运就工作 这时候天干走金就很好 走金走水就可以 走木 反而对他的官运没有帮助 在地支 走火 火生土可以 走金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走土也可以 但是土要很注意 因为土很有可能会嗑到他的害水 害水一旦受伤 等于日主会受伤 所以他的土也是有一些 丑土 畏土 尘土没有用 丑土跟畏土 尘土跟蓄土是没有用的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 就是说 假如这样看来的话 是不是用神他会根据你的不同 你的要求不同 他是会改变的 你看财是木 地支是火木 工作金水 地支是火跟土 不太一样 他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来讲 跟你的一个缺 比较没有关系 而是你需不需要 你需要的是在哪里 当然不会是在本命 一定是在大运或流年这一块出现 所以来讲你八字缺 你不要紧张 大运流年一定都会有 你大运没有 你每十年你总是会碰到 所以一定会轮到的 因为你十年就是甲乙丙定 勿己更新认魁 这十年一定都会出来 所以你一定会碰到的 所以不要因为我八字没有什么 你就在那边穷紧张 你一定碰得到的 有什么好紧张 而是说我是需要什么五行 对我是最有利的 对我是最有利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要等时间 我常常讲不要等时间 等时间会等死 而是要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大量的去行动 就要去做 这才是正确的 只要等到你的一个时间点到了 你平常累积的这些能量 然后你在低潮时候所累积的能力 当你有运的时候 一飞冲天起来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所以来讲很多人往往会为了这一种东西 我八字缺什么 我八字用神是什么 在那边搞得迷迷糊糊的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等 一直在那边给人家算 他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这些东西 这只是大运的一个用神 当大运不一样的时候 又会转变 他的用神又会转变 所以用神其实各位要了解 没有固定的一个用神 他是没有固定的 假如有固定的话 我跟你说 人都太简单了 人真的就很简单了 就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用神 人才难算 了不了解 假如有固定的用神的话 我问各位 八字缺拿出来固定的用神 用一用 这个人就照这样走了 对不对 他就是因为有固定 所以一定会照着像你所批的这样走 但是真的吗 各位到网路论坛去看 每个人都讲出他的一套 但是有每个人都照着这样走吗 没有 对不对 就是因为用神不固定 稍微当中的一个东西 你调整一下的时候 整个就变化了 整个就变掉了 所以来讲 我们不会有什么固定用神的这种概念 而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去知道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去做出相对应 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些行为 等待的运势 一次来爆发 韩国瑜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来讲 各位不要去在意你八字缺什么 而是你要重视的是 你八字需要的是什么 你八字需要的是什么 这才是重点 了不了解 缺就缺 缺不一定我需要 像这种八字有火出来 他妈的 天该有火我还破财 要没火出来 我还会财运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所以不是缺的就一定是需要的 各位 而是去找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不要天天在那边讲你八字缺什么 缺什么缺什么 跟你说 都不缺 缺钱而已 了不了解 缺钱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友谊再见 拜拜